在共产党1949年统治中国之前,叫张作霖时代, 在它之前,整个东北,就是现在的东北三省, 占了中国GDP一度时间70到80。 而且出口创汇占了中国一度时间超过80。 东北人受到最大的伤害是谁呢?不是共产党。 49年共产党拿下中国之前, 最可怕的是当时二战的时候,美国和英国。 美国和英国对东北的伤害。 严格讲,东北人应该到纽约分一半纽约,才公平。 把伦敦拿走一半。 因为当时的美国和英国为了制衡日本, 要把日本赶出去,跟原来的苏联达成了默契。 你去打日本,东北三省是你的了。 最可恨的是后面有个小王八蛋国家。 德国人当时在京岛,在东北的很多利益, 竟然默许了,也把东北出卖了。 苏联和美国签下了所谓的当时, 叫做康州合同,说你去打吧。 你打完以后这东西都是你的了。 苏联人一看这个时候好啊,直接进去。 二十几天就把日本人给直接打败。 打败了日本人不可怕。 他离开的时候怎么办呢? 就把整个东北三省漂亮的女人全部给玩一遍。 能带走带走不带走就给你强奸了。 第二个事情,所有的建筑只有能抠下来的, 那马桶全都给带走。 所有东北三省囤积的所有的积蓄一扫耳光。 就是原来的苏联红军在49年以前, 46年、47年对东北的洗劫用一个词只能形容。 真的是千载难回的这么一个境界。 人没了,财没了,一切给毁了。 就东北过去大概1920年到1946年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是长春。 欧洲,连巴黎,连英国人认为长春的建设是世界上前三的城市。 日本的东京一切跟长春比, 就没有一样能跟长春说我有一样超过你,没有。 所以日本人称之为神都啊, 结果让苏联红给毁了。 东北人当时占了中国百分六七十GDP,没有人知道。 所以东北人对得起中国人,被苏联人就是英美坑了一把,坏了。 共产党来了,当时毛泽东从来没想过把东北三省给弄过来的。 共产党就压根就没想弄过东北三省。 所谓他理解的新中国,不包含东北三省,三海关一南。 毛泽东曾经要建都秦皇岛啊, 结果是东北三省又一次的被世界所出卖, 为满洲国,不宜是四半年年底,不宜说为满洲国彻底结束。 哇塞,这个共产党捡了个大便宜。 经济所有的轻工业重工业基础就是东北。 结果就是因为东北三省的这种回归之后, 让共产党才能活到今天。 很多人评估过,如果东北三省当时所谓四九年建国没有的话, 共产党根本活不过十年,不可能。 决定名的飯! 2003年生平地炳い迷坏导致溜